將亮相的白牌KRV 我們現在呢就針對 欸 要下來了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女子車流 我是安祖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米蘭車站停辦 超可惜的 但是沒關係 台灣的Kimko光陽 直接把明年即將要量產的金幻車型 通通都一次搬到舞台上給大家看 其中呢 我有先看了一些車友的討論 發現好像很多人都還蠻關注白牌的KRV 當然這次KRV的實車也有在現場亮相 那我就針對幾個大家比較關注的項目 一一跟大家介紹 那當然呢 其他的車款 我們也會跟大家小作說明囉 走吧 先為白牌運動休旅重機 KRV希望成為騎士 平日通勤 假日出遊的好夥伴 但從車頭看 那個神韻好像是自家的紅牌 AK550 向下延展的LED雙燈設計 加上大量的線條帶出層次感 看起來好像一位飄漢的漢子 尖銳的眼神殺氣逼人 加上裸把車側線條到尾部集中上揚 從造型就讓人感覺到速度感 忘了說全車都是LED照明喔 不只外觀像小AK KRV 的骨子裡也留著AK的血液 獨立式搖臂和PTM傳動 都是引用AK的技術來降低車身重心 加上一體式的車架 可以提升過彎的剛性和穩定性 前後煞車則都是單疊 包括ABS、TCS循跡控制 還有Keyless感應式鑰匙也都有 不一樣的是 KRV搭載全新的175cc 4V水冷引擎 車重133.5公斤 坐高79.5公分 我感覺不管有沒有力中柱 對身高160公分上下的女生來說 可能都要稍稍墊一下 如果備載的話 因為坐墊比較斜一點 腳會自然的內巴往內收 另外登場的車款 還有雙鋼三輪重機CV3 跨街冒險大型速克達DTX360 電動重機接跑Revonex 以及電動機車F9 CV3是光陽第一款大型三輪速克達 採用550cc雙鋼引擎 前二後一的設計 提升過彎的安全性和舒適性 DTX360定位在Adventure Crossover 從前土廚和下擋泥板 可以看出它飄逸出越野的味道 除了冒險 也希望可以讓騎士穿梭都會 包括Keyless、TCS、LED彩色儀表都有配備 F9不只要環保愛地球 還要展現操架樂趣 全球首創的ATS兩段自動變速 在時速40公里就會換到二檔 讓中速、尾速表現也不錯 配備9.4千瓦的馬達 加速到時速50公里 只要3秒鐘喔 急速則可以到時速110公里 採用14吋寬胎 車重107公斤 快充則是需要2個小時 最後我覺得很酷的是 之前在米蘭車展 亮相的概念車Revonex 現在也將在歐洲規劃生產基地啦 以後可以堂堂正正的說 Revonex出身台灣品牌 但Made in Italy 在意大利製造喔 而記者會尾聲KINGPO也賣個關子 未來紅牌AK-550 將會加入休旅氣息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5款車 我覺得一次看到這麼多台車 真的是熱血沸的 好想要騎車喔 大家對今天的新車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都會歡迎在下面一起討論喔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女子車流的安竹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